上期我们说到啊,就是公党反对党啊,那个在考本的带领下呢,党员的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倍 而保守党这边啊,简直就是要开个集会,能招来四百个人过来听都很不容易了 考本呢,一直认为啊,什么这个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模式的全面的否定 所以呢,他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 而他的支持者呢,也认为啊,这个像比如说他们要求的对富人重税啊 完了,把这个工业啊,重新国有化啊,其实就是往后退嘛 因为撒切尔是把那个国有都开始慢慢的私有化嘛 也就是说呢,并不是完全的回到撒切尔以前那个时代 而是一种就是新乌托邦 其实,我觉得啊,两边啊,现在我们包括意识形态啊,都在反思 到底用哪一种方式,因为毕竟啊,像那种什么自由市场啊,或者是放人不管的那种金融啊 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按说呢,有经济规律,就是你在一定的时候啊,它一定会走到上坡再下来 但是那一次的金融危机啊,确实是美国人监管不够 就是贪心啊,就搞推各种的那个次贷危机啊,就这种的啊,都有问题 就是现在啊,我说了好多回,我也觉得呢,就是 比如说,我认识的有很多非洲国家 以前都是比较偏向于西方的那种管理方式的 就是自由市场的 但是呢,经过了这么些年啊,他们也是眼睁睁的看着中国在崛起 也跑过来取经,就是觉得呢,呃,我反正跟他们这些 识管官员聊天嘛,我说过了啊,他们都觉得呢 你跟我们那非洲啊,他不像那个欧洲人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呃,妥协机制 或者说大家啊,呃,每,都是有一个合作的精神 他说,你在我们这儿啊,永远的 每一个法案都通不过 就是你想实行点,干点什么事啊 打去吧,他说我们那儿二百多个党呢 这几年了,你看看,我们那儿就实施不下来 那他就希望有一些集权 所以我觉得啊,未来 包括现在连福奇都说,不是福奇,福山 福山都说这个民主啊,出现了平静 就是大家得在这上面啊,找一个合适的 你包括美国,其实现在他的民主党啊,什么国家党 都在慢慢的扩大政府的权力 就手开始越伸越长 那将来在体系上和理论上啊,一定包括金融 包括这个市场 你看看现在回归啊,什么的,又请啊 都是因为这个,就我们一定会找一个啊 嗯,真的是要有一个中间的 就是怎么能够,比如说你国家过去啊,是觉得 比如你政府,像这种服务行业的啊,什么地铁啊 公交啊,你就该赔钱 哎,你就是服务的,你就不能够挣钱 那这个呢,也就没法私有化 因为你私有化的,钱就涨上去了 那,政府承担不承担得起 所以很多东西啊,都是要有一个,我就说的半天就是中西合并的模式 其实在非洲啊,他们一直呢,都在学 就是我们能不能走一个不是你们欧洲的那种模式 但也不完全是中国模式 因为他们自己也说啊,一开始他们也很推崇中国的模式 就是觉得,好干事儿 要不然的话,简直你看我们这儿连个垫和水啊,都解决不了 家家他们自己啊,都说我们的房子,他瞧不起 你们中国住的那么小,我们房子大了 但是他自己都说了 没垫,有多大房子也没用 这个所有的事情啊,你想往下的 反对派举手就不行 他没有妥协 就是他没有那个民主的那个氛围 其实我觉得民主这个氛围啊,在民粹主义和这个不断的宗教这种冲突里啊 都快没了 你从美国就能看出来啊,过去两党真的是,其实就是打归打 哎,合归回合,就是我们在尽量的都是为这个国家而想 当然在这个钱上啊,或者在,比如说我在我的州啊 我得为我的州,我的议员,我得多说几句话呀 这些啊,真的是挺好 可是呢,现在慢慢发展的你看啊,你就觉得特恶心了 没有妥协了 恨不得我一枪在这个议会上,我就给你毙了最好了 各种的那种脏话,污辱人什么的啊 这在我们过去,过去啊,那个,推崇的或者是禁养的那些政治人 可能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新闻发达了嘛 很多阿渣的事情,以前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都是就是光鲜亮意,他们已经妥协完了的那种形象 在脚底下人家都已经干了好多了 可是呢,真的是,政治这个东西啊,就包括管理国家 他真的不像洛丽他们觉得那种理想主义 他真的是,你必须包括这次啊,呃,妥协嘛 包括这次啊,如果委内瑞拉的反对派 他不给马杜罗的手下留条后路,他就没信 就是你得跟人家,比如说我要上来了 我对你们有什么承诺 因为马杜罗,跟马杜罗的那些人他 就怕呀,我为什么死盯着马杜罗 我那什么呀,我要扛的呀 你上来了我就完蛋了 就跟那个伊拉克,对不对 美国那时候当时候推崇的那个上来了以后 那杀的那个叫什么逊尼派吧 实业派了,这俩派我那么老糊涂 工作也丢了,什么都没有了 那不结干起义加入ISIS能干嘛呀 连面包都没有了 所以政治这个东西啊,你真的需要妥协 就跟那当年金爸不为那个总统他下去的时候 那不是他想让那媳妇那个小媳妇接任嘛 结果底下反对派都不干了 包括他的同盟也不干 说你这太不小话了 最后就说我给你一大笔钱,养着你 你退 因为他毕竟啊 他有一定的那个一帮政治势力在那儿呢 你要是这样打起来就是流血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牛逼 金巴不为那波反对派牛逼 对吧 我养着你 我给你几百万美金 你也别瘫了 你也别瘫这位置了 你下去 少死多少人呢 所以委内瑞拉这回啊 到现在你看马杜罗的阵营一直没有松动 我觉得反对派他们的策略上一定有问题 你就公开的在发表的时候 你把这个路给人家 就跟那个打仗 这个战争也是啊 他一定会给你留一个逃跑的那个份 为什么呀 你要不能逃跑你就跟我死磕了呀 我得死多少人呢 就是这个一个道理 哎呦说哪儿了 对 嗯 洛莉啊 他那个选区啊 有一个普兰普顿的有一个老城 一直是个保守党的这个大本营 工党在这儿啊 连竞选的那个宣传都没出现过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连洛莉都看见了 又有两个工党的非常年轻的 而且特别激进的来开始竞选了 可是啊 反观保守党这边 这时候不是特雷莎没在领导了 没任何的 关于党的领袖的这个 还有他们竞选的口号啊 理念上的任何改革 他确实啊 为这个边缘化的人群啊 穷人啊 做了很多很多 但是在怎么重塑经济模式这个方式上 我老百姓根本不管你什么LGBT啊 什么 跟我有毛关系 我 我说口袋里的钱 这经济在哪个国家打选 都是特别重要的 你别人啊 我都没够 没关系 你我荣然都想 你看 英国连穆斯林都都忍了那么多年呢 他我就想了只要有便宜的那个工作 有一个打工的我能招上来 我挺好 当然现在开始有反思啊 但是全都是美国人也是 什么你那个正义了啊 去救什么什么什么啊 我要看我口袋里钱少没少 钱没少 你干这些事我不反对 那当然就是跟特雷沙梅都挺像的啊 就是属于理想主义者吧 洛莉就特别欣赏特雷沙梅 起码她觉得特雷沙梅在自己的 党的宣言里边 对保守党的哲学理论的表述是 这朗术大梅沙梅又优雅 又这个牛逼又耐人询问 我跟你说啊 这这白左就是有一点这点不好 就是说的就是特别让你听着啊 就骨头弯的你对吧 说的特别好那画饼 那我们工程主义不都是说的好的吗 人人平等的 那没有人不喜欢的 但是 落实呢 具体的呢 对不对 呃 在罗里和像特雷沙梅她们这些人啊 是觉得啊 呃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 确实是不对的 但是呢 也拒绝崇拜什么个人主义啊 因为个人主义必然会自私的 当然呢 这个也憎恨这个社会的 现在的两极风化呀 不公正不公平啊 不平等啊 所以呢 就觉得啊 这个 在改革上啊 呃比如说 僵化的一些教条啊 意识形态上啊 确实是需要改革 但是呢 还不到 必要的时候 而且一般呢 都是这样的 就是 你在改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动荡 所以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认为呢 改革是循循渐进的 当然他也就说呢 我们要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是有承诺的 就是你要相信政府是可以做做好这件事 而且肯定是希望大家好的 不是说 不是说不是好坏了做的 当然呢 就肯定就是指望的大家呢 忍一忍啊 咱们团结在一起 嗯 这个 这个 有些地方 有德 有些地方就要有失 最大的一个特雷沙梅提出的一个经济方案啊 呃 就是 大刀阔斧的 他要开征房产税 这好像 又是个败笔 对于 一些老人啊 贫困人员啊 嗯 他是想 用这大笔房产税 争来的 奴 就给这个 老人和贫困人员给他们发福利 在特雷沙梅他们这些人制定的这个计划里啊 当然是希望呢 解决现在的不平等和这个两极分化的问题 这有点就像那个美国也是不是这样吗 就是奥巴马嘛就是 顾两头了 你知道吗 哎 先顾那穷人 当然这个穷人是确实需要顾啊 但是呢 你不能把中间这门人给捏扁了 你去管这儿 完了你你让他这么个平等法 反正这个确实是一个经济上的和管理上的一个难题啊 呃 应该说啊 英国差不多涨房价涨了都有几十年了 呃 所以你能看啊 他这个征税啊 就把这个中间这也给捏了一下 就捏扁了 为什么呀 百分之六十的人 买房子了 买了房子以后呢 他你要是这么一征税啊 这些人远没有没房子的人富有了 你懂吗 我租房的我反而不用交税 我买了房子的我还要交的 而且税很重啊 但是罗里当时啊 是挺赞同这个提法的 这就是白左 不告诉你啊 他老觉得那个要共产主义 就 有奉献精神嘛 都有房子了 人家还没房子买呢 其实他自己啊 呃 也知道 这个问题啊 在英国存在七十年了 谁也没法解决 而特雷沙梅呢 很有勇气 直接就开始做了 而且选择的是一个更透明的做法 就是我直接这钱啊 我不乱用啊 我挣了钱我是就穷人去了 而反对党呢 那个 Kirbin哈 Kirbin Kirbin 他的理想主义呢 就 一下子 就 哟 一看你争这个房产税 哇 他觉得 可以攻击了 他直接啊 就把这个房产税给说成就是死房税 呃 这确实啊 这个你要说他说的不对吧 还真有道理 因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啊 呃 比如说我年纪大 你说你挣的那房产税啊 是补助我的 给我的福利 可我啊 比如你给我补助一百块钱 我现在我好不容易 我攒了一辈子钱啊 我买了房子 对吧 我要交一千房产税 完了你给我福利给我一百 你是剥削啊还是给我福利啊 这个还确实有道理 因为一般呢能有房子的 我我一朋友在伦敦终于买房了啊 攒了25年 也不大啊 特别小 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伦敦就是一小窄楼梯上去 就就那样的啊 一个卧室 底下一个起居室 完了门口啊 就那那小院就估计就够够放几个花盆的 反正就特别小 那他们算工资高的了 都在英国那里 你想啊 两口子都为这个啊 孩子都不生 说不敢 因为两个人都得工作呀 反正这个 柯兵就说你你这就胡闹吗 这不是特略三围啊 但是呢在这次选举中啊 确实拿到了保守党有史以来啊 最大的得票率 话是这么说啊 其实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或者说啊 可能是人们的投票意识增强了吧 工党这次得票率也是创了记录的 那就比如说啊 过去百分之六十的人 投票 因为觉得 投个屑 投谁谁上来都要 所以好多人是不去投票的 比如百分之六十的人去投票 完了呢 那你比如你占个百分之多少 你占个百分之多少 但你要创记录呢 说明什么呢 可能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的人 来投票了 你懂吗 因为你两党都拿的是创历史记录啊 那说明人们的投票意识 认为我这一票真的会影响我这个国家 我的这个口袋里的钱 虽然说啊 这次特雷沙梅是多拿到了二百万的选票 但是呢 因为英国啊 他也跟美国有点像 就是那个席位的算法 等于你在议会里边 他没有保住大多数 就是因为你议会嘛 呃 他是各个州各个州嘛 哎 工党拿去了好多 那他就这一下啊 这政治就开始转变了 哇 那那连民调公司都懵了 其实啊 工党的这一次的大胜啊 呃表明有一种民粹主义 怀旧的民粹主义开始出现了 这在英国啊 好几十年没有了 或者说啊 呃 保守党的右派 觉着 哎呀 我们要不改革 没戏了 那么右派可能就在保守党慢慢 要崛起 这就是后来的小金毛啊 什么这些的啊 特雷沙梅那时候脱欧方案 不是还没正式通过的吗 但是呢 他对这个社会改革啊 还有这个 呃 很多东西怎么处理啊 其实已经找不着什么 呃 具体的方法了 其实在英国啊 这时候 金融危机啊 一直都没扛过去 一直都有阴影 好多年了 大家的工资也没涨啊 完了呢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也不有了 其实啊 我说过了 右派 这时候小金毛 真的开始 呜呜呜呜呜呜被大家注意了 但是 萝莉发现啊 呃 她的很多同僚 就是说同党的那国人啊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小 小萝莉是发现了 我天 工党 一下子比我们这儿党员多那么多了呢 甚至啊 她发现呢 就是 那些党编呢 还有周围同事在茶室里聊啊 没一个觉得值得反思的 反而觉得什么呀 你特雷沙没傻逼啊 你根本干不了什么呀 你看你上来 你就会喊口号啊 她们觉得终于到了 可以把她啊 给扒了下台的机会了 有一个啊 呃 米奇尔 这个人啊 呃 是洛里第一次 当时去参加议会啊 正好久住这哥们就坐在旁边 可人家比他能干 人家现在都熟悉倒边了 你想想 五年啊 够快吧 这时候呢 正好啊 她是在唐宁街门口啊 跟一个警官 也不是为什么啊 也说不清 反正就 吵了一分钟 跟那警官 完了那警官呢 是个黑人啊 就说这个安德鲁 骂她是个笨蛋 哇 这个人就彻底的 差点啊 反正是 被迫辞职 好在啊 呃 坚持住了 可是啊 就那几天 差不多有 一千东风 就恶意攻击她的电子邮件 把她那个邮箱都快挤包了 家门口 天天的 十几个的记者啊 拿着大镜头就对了她 弄得她啊 呃 她当时她那老岳母跟她一块住了 92岁了 躲到屋里就不敢出去啊 当然那个 不是那个 她们那种小的小房子啊 都在门口那墙上 那是英国人啊 还留着呢 就那米小缝 往里边让你那个塞信的嘛 就冲在里边打喊大叫 罗里是亲眼看见啊 这哥们三个星期掉了二十斤肉 坐地铁上班啊 就有人冲她吐口水 她也曾经啊想给自己啊 就是申辩 结果呢 还输了 居然说啊 她得就是给她了一个什么 诽谤 什么的吧 反正就是让她赔二百万英镑 应该说这哥们啊 差不多花了三年的时间 再缓过来 所以你能看得出啊 在英国当一个政客 议员真的特别的残酷 就是所有的国家啊 都觉得你这个议员 政治家 我们国家更不平衡 我们都得需要你是个玩人 包括你是个艺术家 你是个小说家称根的 都得是个玩人 其实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说的好 就是很多的艺术家 你千万别认识啊 他的私德 或者是他的个人的生活习惯 你会看那以后你会崩溃的 而往往就是这种人啊 他的那个思维方式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他能产出好作品 你就跟前两天不是罵那个 诺贝尔和平娘那个 不是 文学甲那个 门罗 啊 说那女的啊 他居然 那个 丈夫 就是男朋友把他女儿 小时候给性侵了 他居然都忍了 完了还跟那个什么什么的 你要真看他的作品 你就会知道 这个女人一直就明白的 他就说了 他说我离不开他 那你认为他的作品 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那样 你是个玩人 那他 你就跟个玩人 其实就是普通人了嘛 对不对 不是说普通人啊 圣人 圣人 根本就不存在啊 诶哪什么 我这一说说说 反正就这哥们啊 总算是缓过来了 缓过来以后呢 这不是好多人就开始想 把这个特雷沙梅往下扒了吗 结果他那天啊 终于捞着了一个发言的机会 就直接在议会上大声说 说我觉得特雷沙梅太短多了 一点权威都没有 是吧 现在你看大众 包括这众院也不太信任他呀 管理政府 我觉得他已经根本不可能了 他应该赶紧辞职 然后啊他就环顾四周 看着大家有没有人表态 洛莉呢是因为 喜欢这个特雷沙梅嘛 直接表示我觉得他应该留着 比比起其他人来 我直接就说我更 倾向于特雷沙 当然他的话里边 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 除了小金毛 因为大家肯定这时候已经很多的迹象啊 就是很多人在推崇小金毛 好我们下期接着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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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